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午见讲愿好 确实不是第一次来迷赖 但是呢 确实第一次以这个公政党党员的身份 站在这台上讲话 当然感觉是很不一样 但是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感觉很好 很好 里浪这个地方 洞甲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柔佛州 很典型的一个以农为主的市政来的 我们经过一路上经过 看到有中油园 有椒园 还有果园 市面上呢 也是相当的繁荣 我看这边的小园主 日子应该是过得不错吧 所以呢 国阵在柔佛州还是相当的强的 目前以后就不知道 各位 其实呢 在这过去十年呢 是我们国家的黄金十年来的 我们看到 这个市油 这个加戈 在这十年里面呢 一直上涨 还有呢 就是中油 中油有一个时期 它的价很低 但是在过去五六年 也一直在上涨 那么呢 因为这些啊 啊 市油呢 中油的价 上升 所以呢 我们国家呢 也赚了不少钱啊 相当的多 而事实上呢 我们国家 大部分的这个政府啊 的这个资源呢 它要花费的这个财呢 很多是来自私油的 2009年 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案 46%啊 政府的这个收入啊 就是来自私油 但是呢 我们常常相信啊 中国人 我们很很群力的 我们常常相信就是说 花五百日好 而英里也有愿意啊 save for the rainy day 我们不能一下子 把钱花完的 那么这个食油呢 啊 根据我们统计 我们的这个 土油量啊 只有三十一年 也就是说 三十一年过后呢 假如我们还没有 找到新的油田 那么我们就没有 这样多钱好花了 所以 我们都认为 有思想的人都认为 今天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 把我们的基本事实呢 做好 道路要做的做好 火车路要做的做好 啊 学商要接的接好 趁我们现在还有权 除此之外呢 还要防范 假如没有了这个自由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发展这个工业 现在工业饱和 竞争很强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这个 服务行业 而这个国政政府呢 在过去也一直强调 我们要好好的策划 好好的做 要改变经济转型 但是呢 往往我们看到啊 讲的都做的 就是讲的一套 做的呢 往往又是另外一套 我们人民看到的是什么吗 我想我们人民看到更多的是 政府呢 没有节制的 在浪费 这个得来不容易的钱呢 在一些华尔 不是的 这些大型的这些工程的计划上 这些巨型的计划呢 不是说一百万计 而是以一万来计 有一奖 以多少数亿元来计啊 譬如说 丁佳如 丁佳如呢 丁佳如呢 油钱很多 我们2007 2004年到2007年啊 Petronas给丁佳如 5%的税油的这个 loyalty 就是多少钱呢 73亿 天文数字 沙拉瓦多少呢 48亿 沙巴多少呢 12亿 但是这些钱花到哪里去呢 我们看到 在定教炉 有几个大型的project出来 建了一个这个 所谓的水晶的回教堂啊 多少钱呢 我们的回教堂要建一个多少钱呢 2亿4千万一个回教堂 然后还有个主题公园 也花了上几十亿 那个啊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 返船比赛 返船比赛啊 也花了好多钱 这个钱啊 就是这样花掉了 可是你们知道啊 在定教堂 连火车都没有 没有火车路的 所以你要去定教堂呢 你要吗 你坐巴士 要吗 你搭飞机 非常的麻烦 同样的在萨巴和沙拉瓦 我刚刚从沙拉瓦 到之后 没有一条火车路 我们迫迫近近要做飞机 但是飞机好贵啊 那么不但没有火车路 连水和电 在这个西马 东马 很多地方也没有的 这些是基本逝世来的 但是都没有办法做得到 常常政府 我在国会里面很多年 我常常听那些 来自 比较落后的州 像Sava Sarawang 像丁家鲁 他们会 会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有给到钱 我们 那政府通常的解析 就是不够拨款 下一次下一次 但是Sava虽然没有拨款 政府也花了五亿元 五十亿 五十亿元来做这个 巴昆的这个发电 发电的这个水吧 所以这个钱的我们人民看了 会很心痛 为什么这个钱要花这样多呢 因为往往呢 政府要决定 要做什么project的时候 要做什么工程的时候 他是最大的考量 不是从他的利益 对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出发点 而是呢这个中间人的kickback有多少 这个中间人他获利多少来作为要不要进行这个project 所以就看到很多 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大的工程就花了很多钱 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一个project呢 却往往的先去做了 这个时候啊我们感到人民感到呢 是非常通信的地方 那么刚才我有讲到油钱31年过后就没有了 假如这个时候呢我们连火车路都没有办法建起来的话呢 以后呢我们将会面对很大的这个困难的 什么困难呢 因为今天火车还是最廉价的一种交通工具 今天我们大马的人啊 我们送货用什么 用汽车 用罗里是不是 用泡垃圾有没有 很少 这个这个火车不是很喜欢用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汽车来送货 因为目前我们的汽油啊 还是有今天的 假如有一天没有了今天 我们要把货物在要远的地方去 你还用汽车的话呢 还用这罗里的话呢 那你的 假那个就会很贵了 有你可能那就负担不起 而火车呢 火车只是一个头 一个头需要这个这个燃油去拿 后面很多个 就是说只是一个头 但是可以后面那再很多货物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面对 就是说假如有这个机会 我们必须要赶快把这个基本事实呢 建起来 308过后呢 我看人们的信息啊 是很强烈很强烈 可是呢我们看到政府没有听到 好像看不到价 为什么呢 最近9月 刚刚政府呢 批了113亿的 零级的合约啊 给TM公司 做这个换频道 project 113亿 本来是150亿的 那么后来捡捡捡捡捡捡捡了 113亿 那么这些钱呢 我们觉得呢 其实 假如有人竞争 这个钱会不用这样贵 但是有公司要提成 但是呢政府没有接受 好